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每天的新闻是基于圣地亚哥的本地生活信息 以及一些中美之间发生的超级大事 让您可以通过耳朵随时随地与世界同步 今天是2018年7月25号星期三 美丽的圣地亚哥阳光明媚 在今天的58同城的平台上有很多的求诸交诸的信息 而且因为是毕业季所以有很多同学在平台上甩卖家具 感谢你的朋友可以通过咱们视频说明下方的链接 进入58同城平台查看信息 昨天我们58平台上转载了一则很重要的信息 标题是美国几种饼干疑似染上沙门市菌被回收 受到影响的饼干呢就是深受小朋友们喜欢的 著名的小鱼饼干 那这个公司呢23号宣布 它一共有四种口味的包装 共计330万包将自愿回收 那原因呢是因为用来为这四种口味的小鱼饼干 调味的乳浆粉可能遭到沙门市菌污染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受到消费者吃下饼干后生病的案例 而且在这个之前呢 荔枝就是REZ夹心饼干呢 已经在周末期间因为成分已染沙门市菌而宣布回收了 那么具体信息呢 大家可以到58同城来查看 所有受到污染的小鱼饼干名称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中美之间有什么超级大事 大家都知道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 那最近呢就有香港南华早报刊登那篇文章 美国对中国稀土争税 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文章称 澳大利亚工业矿产公司执行董事说 美国对稀土加征10%的关税 只会帮助中国取得主导地位 他说这将使美国的制造商更难购买稀土 在设备中使用稀土 并与中国竞争 文章称 美国政府的最新一轮关税炮弹的所瞄准的数千种中国产品 包括一些稀土金属 这些鲜为人知的化学元素对于从高科技激光器到风力发电机 再到轻行山地磁行车车架在内的各种产品至关重要 当美国总统川在美中两国贸易战中射出第一轮炮弹后 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将面临关税 虽然不是家喻户脚的名字 但乙和炕这两个是稀土金属的名字 乙就是金字旁过来一个假乙的乙 炕就是金字旁过来一个炕粪的炕 但乙和炕这两种稀土金属也被加入到加征10%的关税的行列也来了 文章表示20世纪80年代之前 美国曾经在稀土金属生产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现在中国在稀土生产从开采到把矿石加工成高科技产品能够使用的原材料中处于支配地位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去年起草的一份报告 在过去10年里中国平均每年贡献全球稀土生产和供应量的90%以上 分析人士认为对稀土材料加征关税遭殃的可能是美国企业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其他的供应来源 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商勤公司创始人说 对中国稀土生产商加征进口关税有些胡闹 目前尚不清楚他将如何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 也不清楚他将如何对中国造成任何痛苦 这个真没有买美国货的替代方案 那么稀土金属呢 它其实是17种元素的通称 它们拥有类似的化学和物理特性 被各领域广泛使用 包括军事承包商和科技企业 除了对抗和乙加征10%的关税之外 最新的关税措施呢 还包括对含有氏 就是金字旁过来城市的氏 对含有氏的化合物 以及其他稀土元素的氧化物和氯化物加税 英国皇家化学会指出 用抗和铝制造的合金呢 被用于战斗机和轻型自行车车架 而乙呢 则被用于制造激光器和LED灯 另外呢 打火机 平板电视和节能灯泡 也经常要用到室 含有一种稀土金属 铝 金字旁过来一个女生的女 女等其他稀土金属被用于生产对美军使用的智能炸弹制导系统至关重要的磁体 然而呢 中国的影响力远不止于原材料 从加工到生产使用稀土材料的零部件在内的各个领域 中国都还发挥着主导作用 所以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是希望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呢 尽快结束 那两国呢更多的是应该去合作 而不是对抗 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 要放一个大招出来了 什么样大招呢 就是为大家介绍一个航空出世的美食纪录片 人生一串 从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纪录片是关于烤串的 这部片子呢 被行业人称简称为B站 而我的同事呢看到这个站的名字 第一次呢他念的是哗啦哗啦 第一次呢一共有六集其中第二集 请大家在观看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了 其中我们只会告诉大家一句话 这篇中的一句话叫做 如果你和他对视十分钟的话 那入口的感觉会刚刚好 这句话完全没有错 您就是和他对视十分钟在入口 那具体什么内容呢 请您到视频的说明里的链接查看端详 那么为了营造气氛呢 我简单的把这部片子在豆瓣 或者在知乎上的一些评论 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豆瓣上有一位观众 叫米拉写了一小行 在大家的点评里说到 有一种说法 如果拍了一部 看了没有食欲的美食纪录片 就是耍流氓 那这部片呢 一点流氓都不耍 满瓶的食欲爆棚 弹幕哀嚎的一片的饿 激愤的B站网友质疑 为啥大夜里更新 看着手边的泡面一哭死 其实即使是刚吃过中饭看的 也宣称又饿了 满瓶的大肉小串 无一例外烤的焦香冒油 调料都均匀剔透 这种饱满只给的食欲 确实能把人打一跟头 哎呀 空腹看片的网友基本阵亡了 那么和舌尖 以及厚舌尖时代 大批的仿效者不同 这部片拍出了有里及外 有眼到心的烟火器 这个烟火器 当然不单单指那些烟火缭绕的烤炉 更是人人心中割舍不下的市井生活 烧烤老板 街边吃货 小镇青年 菜肠小饭 还有那些满脸包的少年 眼红脖子粗的油腻大叔 金链子烫发阿姨 汉山拖鞋老计不服力的老炮 还有那些不佳修饰的店面 背盘狼藉的餐桌 不远处的工地 随处可见的小广告 所有这些远不止这些 不正是我们生活那些真实样貌吗 第二集的大亮弹幕宣泄着 导演又放飞自我了 第二集确实猛 但十足有趣 各种京剧 神比喻 屋里头一波一波滚滚而来 我相信这既是创作者的 选择也是一种聪明 因为第二集实在太暗黑了 不少网友在片尾感慨活了下来 坦白说这样的纪录片撰稿方式 在中国的纪录片中是极其少见的 甚至闻所未闻 肥而不腻 赢而不会 贫而不淡 分寸拿捏的太讲究了 单就这一点就超过了舌尖上的松果 但又总结不成一种什么体 其实这是费功夫的 有句式套用 反而是简单的 这旁白实在是太欢乐了 那介绍最后呢 我给大家简单的去念一下 第一集里面 仅仅是第一集里面 就出现的各种烧烤店的名称 西仓出现的是 长千火盆烧烤 小二自助烧烤 特色梁山小猪肉 在云南少通出现的是 少通小串 马丝烧烤 特色牛肉小串 魏离县烤全羊 阿卜都烧烤 特色烤全羊 蘸江烤生蚝 蘸江烧蚝王 特色原味烤生蚝 蒜蓉烤生蚝 念的念的 我的口水都快出来了 关渡镇三角村 烤关渡蚝 老地方大排档 特色蒜蓉烤关渡好 那么 暑假回国的朋友们 你们再又多了一个去处 一定要回国好好品尝 这些美味的烧烤 那么暂时 如果您还没有办法回国的朋友们 怎么处理呢 我们圣地亚哥呢 有韩都BBQ 地址是在4647 Convoy Street 104号 San Diego California 92111 他们电话是858 565-0403 那这是新加哥第一家羊肉串店 自己探考室 还有韩国BBQ 您可以暂时去那儿 去解决一下您的餐虫问题 那为了应景 今天我们的好歌推荐呢 就为大家献上一首陕西风的好听的歌曲 仍然是有张恒带来的距离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您关注YouTube频道 Connect USA and China 我是维京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的空气 我躺在大大的康上回忆着过去 我睡在城乡的两端测量近距离 我不摸疲惫的身体询问自己 出生在哪里是不是你 扛起竹头偶尔会想起钢铁 看见小鹅我是否会年纪犹豫 远方的妈妈闭上眼睛吧 别笑我样子有些滑稽 尝试幸福在六月的麦田 我不愿不能是浪漫诗人 可可喊住不再是笔下的美丽 文明人敢无息这里的空气 妈妈你不要想念我吧 让我想念你 我不知自己是不是该回去 我说我要找一个安静的家 一天面过去我不知该停留哪里 妈妈用你的眼睛说吧 哪里更美丽 山水连着山水 我注视着一片城市的霓虹 一尽力飘搬 六天也清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则子宁 感谢观看